讓我集中做我擅長的事 在籃球場上我有些事情是無人能阻 就是我去偷球、助攻和在籃底得分的時候 在過去兩年我都是聯盟助攻次數裡頭三位的入 所以我在想我為什麼要練射球呢? 這句話是2020年Ben Simmons解釋自己不喜歡射球的原因的時候所說的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射籃Ben Simmons不射之謎 2021年的季後賽 Ben Simmons的投籃表現和意欲被放大到最高點 他整個季後賽的罰球是73投25中 創下了NBA季後賽史上罰球名中最低的34.2% 比起出名罰球差的 Shakir O'Neal 的表現更加差 而他在關鍵的第四節更加是連續四場零出手 而他的不射態度被很多人批評 認為一個這樣的籃球巨星又怎可以怕射球呢? 而Ben Simmons不射的原因 越來來自他的心魔害怕失敗 Ben Simmons的心魔可以由他小時候說起 出生於澳洲的他 五歲的時候就展現出他的籃球天分 經常跟七至八歲的小朋友練習 但往往要跟這班大哥哥比賽的時候 Ben Simmons也是拒絕上場 抱著他媽媽不放 無論他的爸爸媽媽怎樣鼓勵他 他就是不想上場 Ben Simmons的爸爸David Simmons 說回當時的情況的時候 他就說 對於他來說可能是有點驚嚇 他的球證、哨聲、各方的聲音 總之他就是未準備好 而準備這兩個字對Ben Simmons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Ben Simmons認為自己未準備好 未做到最好的事情 他就寧願不做 他對於自己不喜歡射三分球這件事 就這樣說了 這件事關乎到我是否覺得舒服 有時可能練習幾次就可以 但我可以在對方防守之下勾手命中 因為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 我很有信心可以射中 但三分球就不是這樣 我要強調 我現在可以成為一個三分命中 大概三十幾%的球員 但我寧願成為一個三分命中率 大概40%的球員 也都因為這個想法 他認為射三分球不適合他 因為他還未能射出40%的命中率 所以他就寧願不射了 Ben Simmons的好兄弟 和他的前經理Sean Trapp 就這樣解釋過Ben Simmons 不喜歡射球的原因 他就說 他不是置之不離 Ben喜歡高效 他想做正確的選擇 不是做錯的選擇 而這件事成為了他的阻礙 你需要嘗試一些新的事物 有時你可能會因為這樣而失敗 接受失敗是Ben需要學習的 原來Ben Simmons不喜歡射球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射得不夠好 所以就用其他的方法去幫助球隊 而不是讓自己射球去得分 Saund Trapp又說 自信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有些矛盾的是 你見到Ben Simmons你會覺得 好東西可以打敗到他 但他也是一個人 你明白嗎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心理問題 我會不會射球呢 我雖然不需要射球呢 我會不會射失呢 而我認為會不會射失 對他來說是一件大事 Ben Simmons不喜歡射球 全是因為他的心魔 他不希望射失 亦都不希望失敗 所以他選擇其他更加擅長的方式去得分 例如切入入樽 佐弓等等 而事實上 Ben Simmons就著這個心理問題 一度插救心理醫生的協助 但最終他都不可以成功地走出他的心魔 Ben Simmons就說 你讓我集中做我時長的事 在籃球場上 我有些事情是無人運作 就是我去偷球 佐弓 在籃隊得分的時候 在過去兩年 我都是聯盟佐弓次數裡面排頭三位的人 所以我在想 我為什麼要練射球呢 其實早在Ben Simmons進入NBA之前 他的射球問題就一直被人質疑 因為說他沒有好好努力地練習 但曾經跟Ben Simmons一起訓練的LebonGymes 就說Ben Simmons其實是很勤力 只不過心理上他需要有一些調整 LebonGymes就這樣說 他非常勤力練習 天通才是Ben的極限 他的身形 長處 視野 IQ等等 他都將自己當成是最好 就好像你當他是最好一樣 當他不再介意其他人對他的評價時候 他就不會再有問題 十次有九次都是這樣 其他人批評你 是因為他們在他們自己人生裏都做不到 如果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妒忌你比他更加好 而這句話背後的意思 就是LebonGymes認為Ben Simmons實在太在意其他人對他的批評 以致到他不可以做出更多的嘗試 因為Ben Simmons不喜歡聽到別人對他的負面評價 於是他就情願不射球 亦都不願意被人說他射不入 而這個想法反而限制了他自己的表現 令自己發揮得不好 Ben Simmons的助攻和切入得分的確是厲害 但作為一個球員這樣是不足夠的 正如你射三分球很好 一場可以射入十個三分球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幫助球隊得分或者取勝 但是不是代表你就可以完全不需要防守呢 或者你會說Suke O'Neill都不懂得射球 他只會在男隊得分 但人家每晚在男底是輕鬆拿30分40分 你又是否可以這樣做呢 況且他一點都不怕射球或者射罰球 必要的時候他依然會射球 Suke O'Neill自己都說了 他自己射罰球很差 但關鍵時刻的罰球 他從來都不會錯過 亦都不會怕射罰球 Ben Simmons最尊敬教練 也就是他的高中啟蒙教練Calvin Foyle 他提起Ben Simmons的情況就有這樣的說法了 大家又不會意識到這些令人難以自信的運動員 都會有缺乏信心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說 你不需要因為這樣而感到尷尬 你是這個世界中其中一個最好的球員 你還跟超模去拍拖 所以如果你迷失了 二十投一中 那又怎樣呢 Ben Simmons 需要放下 我不想見到大家說我不懂射球這個想法 好了 現在大家都真的說你不懂射球了 這樣是更加差的 Kelvin Foyle 甚至建議76人的教練團 如果Ben Simmons 半場都沒有寫一次球 話知道他的命中都是怎樣 其他的表現是怎樣 總之就把他放到體保值上面 不讓他上場 他就自自然會改善 因為Kelvin Foyle 很了解Ben Simmons Ben Simmons 是一個擅長表達自己的球員 當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他需要負責任 他就會改善 Kelvin Foyle 亦都給了Ben Simmons 一些忠谷 他就說 他可以選擇 他可以在之後的職業生涯每晚回家睡覺 又或者就著這件事情去做一些事情 這件事是不會離開他的 如果他不願意去解決 他是不會進入偉大球員的行列 但沒問題的 他依然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Kelvin Foyle 說這句說得非常之好 不射球對Ben Simmons來說的確是沒問題的 他依然是一個很不錯的球員 但亦都因為這樣 他不可以更上一層樓 他做不到一個偉大的球員 而究竟可不可以改掉這個不射心魔 Ben Simmons很清楚全部取決於自己 他自己都會說 是我 全部都取決於我 Ben Simmons現在只是24歲 正準備步入球員的巔峰期 除了射球 他其他的表現都非常之出色 而不射的心魔 依然是可以有改變的可能 相信76人在未來一年會用盡方法 來迫這位球星取得準步 克服自己的心魔 而同時 Ben Simmons能夠證明自己的時間 亦都越來越少 他必須要加緊腳步去改善射球的問題 否則76人一失去耐性 他就距離他離隊的日子亦都不會遠 他要成為一位偉大的球員 就必須要克服這個害怕失敗的不射心魔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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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